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高等法院 1月20日到24日 对孟晚舟引渡案展开聆讯 控辩焦点时孟晚舟被指控的罪行 是否在美国和加拿大都算犯罪 即双重犯罪 根据美方的指控 华为曾通过子公司Skycom 与受到美国制裁的伊朗展开业务 并刻意向美国的银行隐瞒 导致美国的银行陷入了违规结算 设伊朗业务的风险 孟晚舟作为华为时任的首席财务官 对此知情且负有责任 孟晚舟的律师团队去年11月便称 加拿大没有针对伊朗的制裁 孟晚舟被指控的行为在加拿大不算违法 不能被引渡到美国 但是加拿大司法部今年1月11号表示 孟晚舟行为的本质是对银行欺诈 这在美国与加拿大都算犯罪 应当被引渡到美国 当时孟晚舟的律师提出 抗辩的理由是不能成立 如果第一阶段的听证通过 今年6月将进入第二阶段的听证 控辩焦点是 加拿大当局在抓捕孟晚舟期间 是否滥用司法侵犯了孟晚舟的权利 加拿大对孟晚舟这个案件的处理 从轻证 取保护审 以及现在正式进入引渡轻证程序 那都是严格按照法律和程序 而是公开透明的 但是在中国 它对加拿大公民进行抓捕 时间点就很可能是一种政治报复 另外抓捕之后 如果法官判定 加拿大当局没有程序违规 那么今年9月将进入第三阶段的听证 法院将评估美国提出的 引渡孟晚舟的证据是否充足 如果孟晚舟在引渡案中败诉 她可以一直上诉到加拿大最高法院 这一过程可能会持续几年 新唐记者玲瀾 纽约报道